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平安健康 大家好 下午好 下跌199点 3000以上的量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给大家有个印象 大盘我不会解太多 17463各位记得吧 17463 3785 不记得了 我们稍微谈一下 3875 好 废半 我有没有跟各位谈到废半 去年的一个高点 在7月31号这一天 7月31号这一天 高点3875废半指数 这个位置 联邦利率在7月27号 台湾凌晨两点的时候 把联邦利率调涨成 5.25到5.5个percent之后 废半指数来到高点出现压回 那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废半指数 哇 哇 当时是因为联邦利率最高的时候 哇 当时是因为联邦利率最高的时候 5.25到5.5个percent对吧 到现在还会不会提高 几率几乎为零 不会再提高 好 当时5.25到5.5个percent这个区间 废半指数来到3875之后开始压回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看到美股四大指数跟利率 联邦利率来讲的话 应该是称反比 联邦利率越高 对废半指数影响越深 为什么借贷成本增加 来到今年的去年的11月1号的这一根红K Jeremy Powell 鲍尔先生联总会的主席讲了 看起来申习师呼告一段落了 开始做出一个所谓的资金行情的一个表态 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路攻 攻到近期费办 创前波高点的3875 之后在11月2号 这一根黑K 跌破十字线 十字线形成盖头反压 这一波的资金行情结束 开始做短线获利回土卖压的回撤 回撤刚好低点 这个低点就是3875 这个逻辑很干净 我未来的联邦利率 不会再高于5.25到5.5个percent的区间 所以说你回撤 就回撤到7月31号去年3875的位置 他就应该收缴 开始做往上再做攻坚的动作 而台股去年7月31号的位置 如果跟费办指数做一个对比的话 这个位置17463 我有没有说过17463以下 个股千载难逢的买点 对吧17463 17463 再讲一遍17463 大家去记住这个数字 17463跌破以下 个股千载难逢的买点 买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的全球多空因素的谱析 现在有什么因素 多的话绝对就是 全球进入降息的循环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多头 而且还没开始 你3月不开始 6月开始更好 你越晚降息越好 利多压在越来越后面 全球多空因素剖析 对台股的多头有什么好处 是哪一个零准会进入降息循环 从降息循环我们就留意到了 就是说开始刺激经济了 因为你降息 降息就是刺激经济 用更低的一个所谓利率 来唤醒大家对消费的提高 就刺激经济 开始迎向软着陆 刺激经济开始GDP 开始出现谷底翻扬走深 开始终端需求刺激真的上来了 需求提高 供给面没变 需求面拉高 这都是多头 空头 老共 中国大陆 塑胶首当其冲 塑胶首当其冲 跌3% 塑胶类股出现 类股指数出现破底的格局 破了四年的新低 台数 破底爆大量 台化破底爆大量 这个都是空方式大量的勾点 短期都不容易通过了 短期不容易过得去 不需要去抢反弹 不需要抢反弹 这个部分 全球多空 对台湾来讲的话 特有的空 那没办法 就得面对 电子股该怎么看 好 电子股今天出了两个消息了 出现两个消息 Aragio这家公司 被3035的资源 用6.221的方式 merge掉 百分之百的持有 Aragio这家公司是IP股 AI的走 吸制裁的 6462的神盾 并掉了47亿 并掉了前站 也是一个IP组群 Aragio这家公司 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台积电本身 本来有三家的委托 设计服务的供应链 创意 世新 具有科技 现在加一个资源 孔老师为什么资源 Aragio被merge掉了 本来Aragio是 台积电 所以说本土厂商 台积电现在有四家 委托设计服务的供应链 资源开始上来 神盾 除了8054 进入新核半导体 持股55%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于神盾来讲的话 不仅仅8054的 安国 而且更重要 它现在merge掉前瞻 前瞻 整体也是一个IP主区 那么现在很明显看到了 在这个时刻 你做出这么多 诟病 merge的事情 代表这个产业 正在面对所谓 未来 长线 大勾头的发展 所以说先行整病 上中下游 把技术integrate起来 成为自己的一个 拿手绝学 对吧 正常嘛 所以说你现在回头看 电子股的IP 跟传产的塑胶 一个天一个地 那就这就宣估 那没办法 好 这时候想了 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谈到了 全球多空因素的谱析 我进一步跟各位谈从产业出发 还有个股的前端资讯 投资朋友们 我不想再把我的神盾 89块半买的 11月17号 12月19号 117买的 这个都不是重点 而是我要让大家知道 神盾 神盾 今天一个价位涨停 162块半 我一张都没卖 到现在为止 我每一集我也都跟各位谈 孔老师你不必讲 每一张都没卖 我是要告诉各位 我以名字 我告诉各位 我一张都没卖 我要以这个东西来名字 我要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这么看好他 好 那你说神盾 都冲产业出发 那你说指纹辨识的神盾 有什么了不起 这以前就是滑铁卢的原因 三星的指纹辨识 手机的应用 开始慢慢出现竞争者 出现竞争者之后 你的指纹辨识 再加上手机的需求 开始大幅降低 两三年前的COVID-19 造成了争端的需求 大幅的减少 所以说手机来讲的话 需求更低 六四六的神盾 当然受冲击 这是一个整个基本面的 一个起伏的过程 但是你没有伏下去 你怎么会有起 危机就是转机 永永远远是发生在 这些故事里面 神盾的CEO 整个team就在开始思考 我未来要怎么样走出 未来的一步 开始进入所谓 CMOS image sensor这个部分 它开始进出了 进出了所谓的并购的动作 最早的时候 还有所谓的这家公司 敦泰还记得吗 结果赚到大钱 它开始针对 IC设计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要扩大它的垂直 和平行的整合能力 它开始针对IC设计 做出并购的动作 安国 迅捷 心底 安格 这都是过去神盾 所操作的相关的 个股的一个并购的 或者是私募认领的一个动作 转机开始出现了 这个转机就是来自于所谓AI AI在整体的一个云端的过程里面 我要AI是来自于云端 我们那时候在云端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叫server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AI server 云端我不满足 我现在来到中端 我就要有AI的功能 因此从云端进入所谓的中端 AI的PC或AI的手机 你要进入AIPC或AI手机 你整体上面的速度要更快 所以说我们要用到高宽品的记忆体 我们在散热 我们在整体的机壳 我们在整体上面的IC设计的边缘运算 我们要求的更高 对吧 各位神盾从手机的指纹辨识 在经过一番寒侧股之后 不断地研发其他感测机的功能 开始抓住抢到AMS奥地利电子 提供给三星相关3D深度感测的晶片 也就是说VSAIL的晶片 它掌握住了 取代AMS的一个订单 进入所谓的韩国三星 Galaxy 24系列的一个所谓的供应力 这一仗打得漂亮 不仅如此 我还要跟各位谈一个 深加电子这家公司 跟韩国三星是关系最好的供应链 可是你回头看 在18号后天 韩国三星新的手机就要出来了 24系列 Galaxy 24的系列 可是你看深加电子 它昨天涨一根红K之后 今天就开始进入休息 而同样的个股 同样的供应链 同样的抓住三星的供应链的神盾 它却走出这样子的格局 量滚量的方式持续不断的创高 我要跟各位谈 你掌握到一档好的股票 股市真的是掏金的所在 但是你要有掏金 你要有掏金的能力 第一个 你了不了解产业 你掌握住 掌握不住 它的个股的深度的前端资讯 你如果都能够了解产业 了解个股前端资讯 知道它整体的发展的话 你也可以做得到 股市里面就是这么迷人 你可以在11月17号 89块半买进 而在整体接近一个月之前 外资12月11号才看好的时候 你将近在一个月前的11月17号 你就已经先行布局 这叫做掌握前端资讯才能有稳稳的幸福 这稳稳的幸福在哪里 这稳稳的幸福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 89块半 你如果有一百万的话 你买个十张就好 90万不到 89块半 你买十张 你用一百万来感受一下 股市如何能够展翅上腾 来到今天 一百六十二块半 投资朋友们 89块半到一百六十二块半 一张赚了 一张价差将近八万块 89块半到一百六十二块半 将近八十块 一张八万块的价差 十张是多少 八十万你当初用十张 你用了九十万 现在已经回来 差不多将近八十万的价差 我开始要问 在股市里面 你选对个股 你拥有 必须要拥有这样子的优势 你不仅对全球多空因素 你要深入了解 而且从产业出发 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 你不能把资金分散在很多的股票里面 你根本团队成员持股就不能够超过三档 而且随时留意它的一个量价结构 筹码的变化 我可以做得到 这是我的优势 我可以让我的团队成员 从八十九块半的神盾 来到现在 一百六十二块半 八十九块半的位置 在这一天 刚好是起功点 我运气很好 在压回来的过程里面 跌幅十四个percent 你不再看神盾的时候的 十二月十九号 我再度出手 一百一十七块出手 而一一七来讲 纵使你八十九块半 你没有来得及在十一月十七号 然后十二月十九号 一个月以后 这个地方出手一一七 来到今天的 一百六十二块半 将近五十块钱的假差 你十张也是五十万 农历年三个礼拜就到了 我们的神盾一张都没满 他不是偶然 但他当然绝对不是经常 我没有那么厉害 十当股票全部都可以像神盾 像金利科这样子的走势 像八二七的具有科技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今天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希望 不管怎么讲 我的几率比LATO绝对高 那个乐透够低了吧 你都还愿意去买一张乐透 有的话代表有机会 人们随时悉心念想的就是说 我总是有一个机会 再低的几率 但是我不是零 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谈到的 从产业出发 了解个股的前端资讯 深入剖析 掌握他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展示上腾 成为更有钱人的机会 该怎么做 他不是偶然 去年八月十七号 我们买进三二八的金利科 一年六点五 我们经过将近四个月 十二月十二号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卖掉 我们的价差是一百八十块 当时你买进十张的金利科 你进账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加上你原来的一百万 你原来的一百万现在变成两百八十万 经过四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当时为什么要出手金利科 你现在回头看一下我出手的位置 这绝对是跟当时的整体的高科技的环境 有绝大的关系 八一七 时间久了 一个月一个月都过 现在连总统大选都过去了 一月十三号的总统大选也过了 现在马上几乎就是一月中旬了 一天一天的过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 每一个人都忘记 去年的八月十七号的那个时候 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跟各位谈 八月二十三号 NVIDIA要公布记报 全球一片看好 认为它的既成长大幅成长 获利大幅获利 影响台股时间是八月二十四号 利多在后 每一个人全部进场 买进跟AI server有关的 也就是当时的所谓AI的干领股 现在我们就要从旧AI 旧AI有哪些呢 技嘉 伟创 广达 等等这些个股 二三五六的音页达 每一个人的焦点 全部放在 这些所谓的AI server的个股 而且每一个人所想到的 全部都是 Intel AMD 全部都往所谓的 CPU86 更高阶的一个所谓的产品 往前走 中低阶 X86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完全空下来没有人理 没有人管 也没有人有这个技术能力 去占领 唯一的一家 三二二八的经理科 我看到了这个机会 我们出手在八月十七号 我买进的理由跟原因在这个地方 但是 它并不是发展的特别的 让我的团队成员特别的快乐 我们回头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 八月十七号的位置 我们把经理科 八月十七号的位置 我把它标出来 永远不会忘的这一天 去年八月十一号经理科 两天以后 它还在破底 来到九十一块 经过三个半月之后 才往上做攻击 投资朋友们 在面对股市的时候 不是王子看到漂亮的公子 从此就过着快乐的日子 没有那么好 我神盾可以买在转折的位置 但是我经理科 我买进去了以后 还跌到九十一块 106.5买进去还跌到九十一块 经过两个半月之后 才开始做起工的动作 但是我要讲的 我们仍然在股市里面 暂时上腾 我们一步一步 往更有钱的目标 去接近 最终的目标 当然是财富自由 全国投资朋友们 我恐想只有这个能耐 我不会跟各位天天讲 今天涨停版的股票 但是很不巧 我们的神盾 就是一张都没买 它今天就是涨停 我要跟各位谈的 你想要展示上腾 你想要迈向财富自由 回头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优势 如果你没有优势 我恐想只可以带给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一个新的 在股市里面的投资方法 我相信 我们绝对有 成为更有钱人的机会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只要一通电话 我的操盘团队 一定会跟你 做最详细的解说 给大家最好的服务 一通电话 解决所有的问题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儿来 我在电视上所讲的股票 不是让你去买 我只是告诉你 我如何选这些股票 带我的团队成员 做进场的动作 不是说讲的股票 让你们去买 记住一句话 千万不要看铁支出股票 OK 好 利用在几分钟的时间 马上要结束了 还是跟各位讲一些 从产业出发相关的内容 好了 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一档 能讲多少讲多少 6531的爱普 6531的爱普 基本上如果你要说台湾唯一高宽频相关记忆体受惠的话 将来用到所谓的AI的话 那绝对是6531的爱普 其他的记忆体不管是南亚科 华邦电 或者记忆体的模组的微钢实权 3006的经浩科都讲不上 就是6531的爱普 这为了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它是台湾第一家 一纸整合堆叠技术出来的一个公司 一纸整合是什么 它把memory的晶片跟逻辑的晶片 完全一纸化的东西 它把它整合在一起 用什么东西整合 用3D堆叠的方式给它做整合了 这个优势太大了 这个优势太大了 那当然今天我不是介绍给各位的爱普 我们就要开始继续思考了 你未来走AI 你就必须要用到这样子的技术 一纸整合3D堆叠对吧 好那我现在开始问了 第一个问题 我电源管理IC 我电源管理IC 如果用在Wi-Fi 7的话 这个电源管理IC这个晶片 请你告诉我 如果跟记忆体在做一纸整合的时候 对未来的一个冲破 所谓的需求面来讲的话 竞争力你觉得强不强 我们知道电源管理IC 基本上有搭配DDR5的 有搭配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 跟爱普之间 搭配所谓相关的电源管理IC 在这一部分的一个整合的方式 你应该知道 在这个部分绝对 爱普而且他还开始认购了这家公司 你难道不要Wi-Fi 7吗 他PMIC就是跟Wi-Fi 7搭 帽达 他是跟DDR5搭 PMIC跟DDR5来搭 那你今天 你今天任何一个AIPC 或者是未来的AI手机 你要不要用Wi-Fi 7 你要用Wi-Fi 7 我的PMIC Drive Wi-Fi 7 你就要用 我PMIC如果要跟记忆体的话 就必须一直整合3D对调 对吧 那你认为他会寂寞吗 6799的来解 如果说今天为各位看 月线图月K线 你认为他未来他有没有potential 投资朋友们 我们有前端资讯 我是不会让我的团队成员出手 而我来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我每天跟各位谈的 不是要跟各位谈涨停板 而是要跟各位多聊一些 所谓产业趋势 从产业出发 各股的前端资讯 因为这是我们的优势 这是我的优势 拥有前端资讯在出手各股的话 我才有办法带我的团队成员 拥有稳稳的幸福 当然这里面包含量价 筹码 击砂 架岔 某某的幸福 好 祥宗宪宪宪 祥宗宪宪宪 财运 long time 翻转财富趁现在 你有任何问题 我相信很多 如果要避开风险 影响获利 成为更有钱的人 一通电话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好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挖划划划刀 就这么能